這裡啊 嗯 先假設他有X元 然後四分之一 買六隻 然後原有多少錢 那無所謂他反正就是說 他五分之一要買錢買掉 四分之一要買掉 五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再加 最後剩下來的66塊要等原來的 要跟原來的一樣 原來是這麼多嘛 買掉一部分 買掉一部分再買掉一部分 還有剩66塊 好 那你全部移過去 五分之一跟四分之一這移過去 就變減的 減的 那等於66 那就差二十分之一嘛 你的五分之一 然後四分之一 其實這裡是二十分之九了 所以剩下二十分之十一 所以剩下二十分之十一 來開始 好 2等於66 這樣就解決了 我做法都差不多 然後再來 現在 呃 他說 第二件七折 那第一 第一瓶就是完整 第二瓶是0.7 那加起來要68塊 就這樣 很簡單 1.7x等於68 x等於40 x等於68 除以1.7 那就會等於40塊 好 就是8除以1.7 這樣子做也可以 好 一樣分數做小數做都可以 那這裡 46分開 那假是這樣 乙是這樣 假的七分之一跟三 嗯 假的七分之一跟乙的三分之一 會等於10 所以假的七分之一在這裡 一的三分之一在這裡 要等於10 好 那我們同乘21 同乘21 是23x加上7 括號46x 這裡面不用乘喔 這乘21是210 3x加上7642 近4 7428加4 然後這裡要乘到7x 所以你就322 所以你就322 3個-7個-4個x 所以322 那你怎麼穿這個4個x 那你-4x不要動了 變成214-322 √4x -4 x 長2X 律的112 x4 entre4 同乘4x aussi9 5x4 410 4x4 x4 2x4 假是28 那1就是46-28 等於18 這都可以做到的 七分之一跟三分之一 你要把甲跟1要列出來 那這裡 套餐當X,兒童餐就180-X 因為全部抽起來180 對不對 一個是X,這就是180-X 那兩份套餐就是兩個X 三分兒童餐就要乘以3 180要乘以3 540-3X 這個排版都可以自己做 5 那這兩個要加起來 上面下面要加起來 要430塊 所以就變成540 540 然後這個地方 減X等於430 那X就等於540-430 540-430 那X就是110 套餐就110 套餐就110 像這種題目也很簡單 因為他只有兩份嘛 套餐加兒童餐要180 所以兩份套餐 然後三份兒童餐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就180啦 你這樣子就180了 這樣就 360了 你看這樣就360啦 你全部要430 430-360 沒有 你的兒童餐就70塊啦 那這裡70 這就110 很簡單 都可以做啊 我們這個都是可以用線段 嘗試看看 這裡 你 他說 10蓋比蕭盒 重10公斤 那他說 10蓋和蕭盒加起來 體重合 是檸檬的 兩倍 所以你10蓋跟蕭盒要加起來 10蓋跟蕭盒要加起來 加起來就是 2X加10 10 會是檸檬的兩倍 那 檸檬兩倍 這樣檸檬就是 檸檬就是拿2X加10再除以2 2X加10再除以2 就是X加5 好 你就是 2X除以2 跟10除以2 好 上下除以2 那就變X加5 這樣 那他現在要算3個人 3個人 那就是 蕭盒 4蓋 再加 檸檬 要150 要150 然後150 然後150 他就變3X加15 一個兩個三個 3個加15 等於150 那我除以3 好 好 就是X加5 就是X加5 等於50 那X就等於45 那你就可以帶回去了 好 蕭盒45 10蓋再加10 就變成 45加10 就變55 檸檬是 45加5 等於50 這樣子 開始 那在 漢克的體重是 Ruby的兩倍少15 所以 Ruby為準 以Ruby為準的話 他要兩倍少15 那加起來要10 所以你要把它加起來 X再加這兩個加起來 好 22X加X 3X-15 等於16 那-15 一過去就變成加15 就變成 120 120 那X就等於40 X就等於40 那40的話 那就變成Ruby40 好 那Hank就變成2倍 再減15 兩個40 再減15 然後就是65 他們各多少公斤 那這裏 那這裏 2支鋼筆跟5支原子筆是一樣的 好 那就2鋼的5元 那 所以我就假裝鋼筆是5 5份嘛 那原子筆就是2份 你看2乘5 你看2乘5會的5乘2 對不對 2乘誰的5乘誰 那就2乘5的5乘2 那他要說 3支鋼筆 鋼筆就已經是5x了 價錢 好 這是價錢 2乘5 等於5乘2嘛 這樣就一樣啊 好 所以鋼筆當 鋼筆當5x元 那 原子筆當2x元 3支鋼筆 就3乘5x 4支原子筆 這就是4支 總共要230 好 那我就把它寫出來 這是15x 再加8x 這230 23個x 15加8 230 x等於230 除以23 好這 就變成x等於10塊 那我的鋼筆呢 所以鋼筆是5個x 那就5乘10塊 就50塊 那你的原子筆呢 是2乘x 就2乘10塊 等於20塊 那是貴多少 50-20 等於30元 你貴了30塊 好 好 在檢驗這個 他有說海報一張 比漫畫貴25 好 漫畫 歐洲寫書 漫畫 漫畫當然有個字 那海報會加25 那他說要兩本 兩本我就要乘2 叫2x 3x 3章 那我就要乘3 我就要乘3 3x加75 然後加起來是5x加75 好 那總共畫了475 所以是 5x加75 等於475 5x加75 那扣掉75 對不對 然後475-75 那就是400 400再除以5 就變成80 所以就80塊這樣 這裡 5x加75 每人是桃8禮5 可是 你有剩嗎 對不對 你有剩 所以他現在是8 每人 桃子有8個 還剩桃子5個 那就要8x加5 8x加5 8x加5 我把他寫 再寫一遍 所以你真正的桃子是多少 8倍 8x的 8x1 8x2 8x3 那還有再加5個 好 那在你的里子呢 里子是 每個人5個里子嘛 5x 然後呢 又多兩個里子 那他說 桃子比里子 多18個 所以 我的桃子 要等於里子 還加什麼 還加18個 他說的 所以你就把這裡改掉 把自己改這個位置 這個 改在這個位置 所以是 8x加5 要等於 5x加2 再加18 8x加5 等於5x加20 好 那這邊8x-5x 對不對 那這裡過來 叫20-5 5x 那就3個x要等於15 x要等於5 然後是5人喔 好 5個兒童 那所以再丟回去桃子 你的桃子是8x加5啊 8乘5加5 等於45個桃子 里子 是5x加2 是5x加2 所以5乘5 再加2 那就27個里子 這樣去做 然後他有說 然後他有說平分嘛 一樣啊 就看幾個學生 他說每人分10個 那就乘以10 然後會剩8 就同一代啊 那如果每個人12個 就不夠 最後一個人 就不夠 那就實際上少6個 少6個 10x加8 第1次 12x-6 這第2次 好 那看你要怎麼移動 嘿 怎麼移動都可以 好 比方說你們10x-12x 那這一塊 還是-8-6 -2x等於-14x等於 -14除以-2等於7 這是7個人 那問桃子有多少 隨便都可以帶 10乘7再加8 10乘7加8 10乘7加8 我就78個桃子 好最後這個 叫做 椰果比珍奶貴啊 那就 一個是x 一個是x 一個是x加5 那3杯珍奶 你就乘3 好 再重新排版 排版 3杯珍奶 就是3 然後2杯 椰果 好 這是珍奶 對不對 椰果 差不多這樣子要210 這樣210 3x加上2x加10 3x加上2x加10 要等於210 這裡 5x加10 這裡210 210要減10 對不對 變200 s等於200除以5 40 可是他問的是椰果奶茶 所以你的事實要加5 加5塊 這才是答案 這邊知道影印費是2元 封面裝店是50塊 所以 光這裡 就要影印費了嘛 2元乘x張 再加50塊 200 然後總共負了290 這是非常簡單 290要先減50 290要先減50 等於240 對不對 那x就等於240除以2 影印120張 影印120張 0.9 好他說 那我們就以成本為準 對不對 如果他說定價的0 如果他說0.75那就還沒到嗎 這樣就會賠 0.75x 這樣會賠多少 賠40塊 以成本為準 比成本 比成本低就是賠 0.9x 好 到這樣子0.9x 你可以賺多少 會多出110 會多出110 所以你怎麼算成本 0.75x加40才是成本 0.9x 0.75 x加40才是成本 會多0.9x 減掉110才是成本 好那 呃 尾1這個好了 這邊加110 這個過去會變成0.9x-0.75x 0.75x 這邊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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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150 0.9x 減0.75x 0.75x 對不對 那所以 左邊要除 右邊要除 除0.15x 嘿 所以x的150 除以0.15 15分之15 0.0 所以1000 小數點一下就好 所以這是 1000 1000是定價 他問成本 所以你要帶回去 0.75x 0.75先乘1000 然後再加40 然後再加40 就這裏 你要再拿回來做一次 好隨至750 再加40 等於790 這才是成本 看你怎麼移動 這才是成本 看你怎麼移動 嘿 對 對 胸比帝多200 所以 胸 然後帝 好 那 如果 如果 再問胸嘛 這x 胸比帝多 那x 弟弟少200塊 然後帝給胸 又300 所以哥哥會多300 地底要減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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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新的哥哥叫x加300 新的弟弟叫x減500 他說 胸是D的兩倍 所以 要先等於他承恩 等於他承恩 地底承恩 承恩要承恩在地底那邊 所以x加300 會等於 把這2丟進去 變2x減1000 好 x 移過來 減300 減1000 所以這負x 等於負1300 x等於正1300 所以哥哥原來有1300塊 你要記得 弟弟給哥哥300 哥哥會多 弟弟就會少 這樣 然後Z 所以 加比以少存 270 以比丙 多存 100 所以從以下手 以弱是x 加比以少 所以x減 270 他說少存270 以比丙多 那丙 也是少 對不對 加比以少了 那一比丙多 那比比以少100 少100 然後共存 你總共是多少 叫做 3x減 270 又減100 又等於1520 xxx 減270 減100 這樣 這樣 所以3x減370 要等於1520 那你要算回來是不是要 加370 再除以3 對 加370 1520 加370 1890 所以x等於 1890 除以 3 所以630 那他們各存多少 這是乙啊 乙是630 所以甲 等於630 減270 甲要減270 所以是360 并 比以 少100 630 減100 增加530 好 直到 19 對不對 加油